早晨,今天是2024年5月7日星期二 歡迎收看《天海市直擊》 今早有富途證券的高級賊勒斯譚志樂 和譚凱雲陪你一起開始 Arnold,今天大使有什麼焦點? 我現在說今天大使焦點 我相信大家都有關注港股行為的升上 始終經歷了十年升之後 大家特別這段時間 很明顯整個焦點是放在港股市場上 所以跟以往我們做節目一連氣氛都不懂 我們很多時候會關注外圍 或者整體而美股 這些都是市場的焦點 但是短期來說 新品地市場的焦點 放在港股身上 我覺得短期來說 港股的氣氛的確是有很大的改變 這也是我們節目上會討論的事情 好,觀眾朋友 如果你都有投資方面的問題 或者有心得上交流 歡迎你WhatsApp給我們 電話是96133819 或者下載《香港經濟日報》HKETM 在聊天室內說下你的稱呼和留言 稍後會回答大家問題 現在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況 美股做好 市場持續預期 美國會啟動減息 十年期債息跌穿4.5L 三大指數做好 道指收市升176點 收報38,852點 升0.5% 標指升1% 收報5180點 納指升1.2% 收報16,349點 納指金龍中國指數輕微回吐 歐洲股市普遍向上 英國股市星期一是優勢的 看看焦點科技股 Meta繼續做好 上日再升3% Tesla升2% 蘋果即將發佈新產品 股價跌近1% 另外芯片股持續上升 NVIDIA和AMD再升超過3% 二月托證券形式 在美國買賣科網股ADR 各別發展的京東亞利和騰訊 都比本港上日收市高 匯控ADR比本港收市再高1% 升穿70元 友邦和港交所都比本港收市高 看看亞太區外圍的情況 昨天日本和南韓都在假期休市 今天開市回來 都有一個追升的情況 日經平均指數早段升過1% 正在升超過400點 首爾綜合指數也是升47點 升大約1.8% 升到普通股指數 和新西蘭50成分股指數 兩者指數各別發展 先跟Arnold談談外圍情況 我們看看 昨晚看到 其實情況不是昨晚開始的 是由上星期聯儲局議息會議後開始 第一就是看到 他們除了維持息率不變之外 他們那個QT 即貨幣緊縮 即貨幣回收國債的進度 就有一個調整 市場就是解讀做一個 叫做放水的情況 或者放寬金、銀金的情況 再加上另一件事 就是星期五的時候 就業數據差過預期 好了,兩件事加起來 第一就是有一個放水的情況 第二就是憧憬 因為經濟未必預期這麼好 所以有機會 就去到九月 就開始有機會減息了 好,昨晚看到 就是那些芯片股又再做好 除了NVIDIA和AMD 連升三天之外 SMCI其實昨天炒起6% PALENTIA 即前炒起8% 但因為收市之後 公佈了業績 本後跌7% 就回吐回交易時段的所有勝負 我想問你就是 在這個減息又再衷景的背景之下 其實那些AI相關股份 是否又能夠迎來新一浪的上升 我又不可以叫新一浪的上升 你只不過說有機會反彈 調整完結 其實我又不敢用調整完結 只不過有一個彈 因為問題就是 減息預期你可以浮現到多少 因為你覺得很硬 昨天有兩個主題就是意識會議 以及一些就業數據上面 都顯示有一個減息可能性 但問題今次的減息和之前很不同 你之前講幾次減息 即是衷景真的有一個很大的減息周期出來 現階段只不過就是 我覺得就是大家演繹到 就是聯儲局應到無法再應 即是很難再應 再應上就是要加息 固然聯儲局都不希望市場會有個 心訊或者有個預期 就覺得我會有一個加息的情況在 所以在QT上面 開始做一點點事 好像在暗示我未必收緊的力度 真的收稅收得很緊 不想形成了有一個加息的預期出來 到這一刻 你期負的確是到現階段來講 從來都沒有人想會加息的 但問題是減息的進度 譬如以九月份為例 我講九月份有機會減息 但在講減息的可能性 八成多 總共是有的 但那些只是在講減半厘等等 即是不減息的可能性 也都講其實都是二十多個%左右 所以你講其實現在的減息預期不是很強 因為你講在年初那段時間 那個減息預期非常之強的情況下 是每個月都有很高的機會 上面會減四分一厘 整年減一厘左右 如果你講未來要減一厘 可能可能要到2025年的三月 才會減一厘左右 所以你講現階段的減息進度會是慢的 你講一些的芯片股 好 下去了 以目前美國經濟狀況 或者股市的故事 我們叫故事 你講有經濟增長 但其實很需要有AI發展 令到所有的生產率 提升 從而增加GDP 帶動經濟增長 AI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但問題就是能不能再炒氣 第一方面你要留意 就是這些芯片股 普遍的股值已經是非常非常高 其實這次美股業績期 當我們見到八成的美國企業有數據 到業績期尾水那段時間 有標普五百指數裡面 八成公司的業績 都叫做好過預期 但在升幅上面 就一定是沒有這個那麼升得那麼凌厲 甚至你看到這段業績期上面 都很繁繁复的 有些很弱勢的股份 好像TESLA那些彈也很厲害 但也是很強勢的股份 AMD 有些股值非常非常高的股份 普遍的壓力都是在的 所以你說芯片股 你猜是不是接下來是一個機會 再炒上去 第一方面你說這段時間的反彈 都彈了不少 NVIDIA那些都由七百多元 彈了九百多元上去 再破頂上去 不是不可能的 但這涉及就是直播率 不是太吸引 特別你說芯片股上面 我想你看回龍頭公司NVIDIA的業績 出來之後 才做判斷會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在芯片股 都想做部署 我覺得最多你都是以NVIDIA來做 考慮而已 但問題就是如果你要怎樣定止設位 譬如在圖表上 之前在業績設 即是現在都未出 但之前的沽壓那些時候 出過箱頂 八百四十元這些頂線位 又近期升穿 但問題就是 如果你這一刻做部署 就要移回八百四十元來做止設 直播率又不是特別高的 你放在破頂上面固然有機會 但如果一穿八百四十元又怪的了 整個箱頂在這裡又再次走回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其實就涉及直播率問題 會不會形成像年初至今那種炒風 未必那麼容易 相反對我覺得如果你要等這種炒風 你不如等NVIDIA那些破頂的時候 才追到尾遲 好 我們談談 今個星期會公佈業績 職前就配合聯儲局的減息預期升溫 昨天股價就炒高了百分之五 對上一次出業績其實是2月8日 公佈完業績之後 其實單日就急升了三成 然後股價就慢慢回落 現在已經跌到急升前的水平 和大家先講講業績 上一季市場預期的收入 就是8億7800萬 比起Q3的時候 就大概有6%的升幅度 每股收益就是0.13美元 Q3的時候就賺0.08美元 AI相關的股份近兩日升 剛剛主力都是做半導體 或者雲計算 或者我看你們富途的APP 都講到它是NVIDIA概念股 你建不建議投資者在即前吸納呢 如果這個問題是昨天問你 你又回答Yes 大家就已經賺了錢 但是現在在一個升了的背景之下 還有看到這幾天 就是美股的業績 出了之後 其實可以急升 亦都可以急跌 對 剛剛這隻股份 你又會不會建議大家即前去買 所以就算我昨天說 昨天可以買 今天升了上來 我也不會覺得是一些部署 即是你講即前部署 大家當然是駁個業績 即是你說值不值得去駁個業績 大家都知道這些股份 駁中的時候 會有個大列口高開狀況 那中了固然開心 出事那怎麼辦 即是大家最主要就是 特別這隻股份 我們這麼熱門 就是特別在今年那段時間 AI大熱炒的時候 它是衝了上去 的確的 整個AI部署上面 大家都知道最好龍頭 譬如我們剛剛講 都是NVIDIA為主 那些二線的今年更誇張 譬如SMCI那些 你現在都要留意 我想你不是它升得那麼厲害的時候 沒什麼人會去講 那現在的資金 的確是部署那些二三線的股份 但問題就是講 整個美股的業績期 都見到一些股值較高的股份 那個殺傷力可以很大的 那你說會不會再出現 像SMCI那樣 SMCI昨天上升 但問題是業績設 或者出現業績那一刻 那個回調幅度壓力會是非常之大 所以我想你其實留意就是講 關注特別 我們講的業績 引申波幅一樣的事情 要值得留意的 即是我們的APP上面 其實你看到這些期權的 那個引申波幅是很誇張的 所以你說如果業績後 一些十幾個百分比的上落跌幅上面 你不排除出現的 因為就算升十幾個百分比 你買一些的每日期權 你價外少少的 你都有機會輸錢 可能會輸等等 所以你說業績後 會夾一個比較誇張的波幅 是會有的 但問題是做職前部署 這個涉及就是 不是只是判斷股價升跌 是風險承受能力的問題 即是如果你說它這麼進取 你駁這些波幅很大的股份 還要去駁業績價升跌浪的話 我覺得你不如在港股上面 駁一些很誇張很高風險的股份 同樣都是那個風險承受能力 但問題是升幅一樣都是這麼大 問題就是涉及直撥的那樣東西 所以我不會主張在業績前 去駁這些類型的股份 無論SMCI也好 AMD也好 甚至剛剛說龍頭NVIDIA 我都會建議說出完業績才去買 即是你暫時我覺得 沒有必要這麼心急去追著 你說在美股上面 我又不覺得美股真的會見頂會落 即是你看升是會升 譬如NVIDIA你問我判斷 現在一段是否見頂 我都會回答不是 但問題是有沒有必要在業績前去升 這就涉及直撥率那樣東西 我覺得暫時來說 你駁一些芯片股在即前去做直撥率 直撥率不吸引 相反如果你是業績OK 你順著勢力去買 我覺得問題都不大 像那個人最近Google Microsoft 你即後去買都舒服的 但問題是如果你純粹硬直撥率去追的情況下 反而我們見到美股這段時間 就跌得很慘的股份 說真的慘 不只是這段時間調整 那些股份才難得厲害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這些概念 強勢股 你選擇在即前做部署 你在業績前它純粹有得升 好像ARM你覺得昨天賣了 然後今天沽了兩樣東西 但如果你純粹說駁業績那一下 我就不是太主張 主要不是涉及芯片問題 是一些高估值的股份 我覺得介收會比較重 直撥率的問題 不過剛才我計算一條數 雖然市場預期收入 Q1Q比較 單位數勝負 但是那個每股盈利 比起Q3Q 其實市場對它的期望是挺高的 如果市場對它期望高的背景之下 又有些危惡 其實不是須預期的 剛才說很多有壓力的股份 今個季度業績出的股份 全部都是業績對半 大概是自人測 Netflix 全部都是在這些例子上 所以你說ARM的業績 是不是真的會差 我覺得未必 因為我們實際上看到 剛才說芯片 今年是一個很熱門的行業 因為市場的需求真的大 你要推動整個經濟增長 的確是靠這些的因素 但是問題就是 你站在公司角度 或者站在整個美國經濟 或者全球經濟上面 高息環境 聯儲局不減息 那經濟就有機會放緩 我怕 自然是沒有這麼激烈的發展 買芯片買少些 發展發得慢些 攤開整體資本開支 很多企業不排除有什麼狀況 導致這些公司有機會有一個指引 未必說很差的 不符合市場預期 做不到它百多倍PE的估值 就是最怕是這個狀況 但是問題是 美股的狀況就是這些格局 其實炒開美股一段時間都知道 你跌完一輪之後 那個減息預期又慢慢浮現出來 講到九月份就真的確實減息了 接著每個季度減四分一厘這樣下去 靜陽安息說 很確定三月份 之前說的下年三月份 可以減到一厘左右 這些股份又有機會再升過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第一方面我不是說看得差 但是我覺得做職後部署相對比較好 第二方面就是當整個減息預期 可能更加確實 如果你要搏這件事 我覺得有什麼可以搏 搏長債 近期來說 好像TLT TMF 我覺得有一定直搏 如果你純粹從息率角度上去搏 搏著這些 下一步 這些可能有利潤 或者開始升到差不多 再去搏新片股會比較好 好 如果TLT 你覺得近期都是很值得留意的 因為在搏檢息 大家都在搏聯儲局 不能再回應下去 所以近期的資金是在追 你見到股價 資金長債的息率 的確是下降下來 有得搜的 我覺得最主要的問題是 你的問題 但問題就是這些新片股 都有得搜的 但所謂的搜要搜20%左右 封填承受能力的問題 因人而異 但是問題是 我們直搏率 就要看你要搜的%幅度 來計算 我覺得 暫時如果純粹 看回美股的狀況 似乎主要炒作的東西 都是以減息 息率變化 貨幣政策變化 那個概念 在那邊 都可以想一下 你做一件事情 找一個 小狀況 可以想一下 你先去做 個小狀況 你 Personally 你可以想一下 我會想一下 你什麼 你很想一下